大家好,我是小琪 今天给大家说个天竺葵 说个好养的植物 大家都说天竺葵不好养 其实呢,小琪这一盆养了两年的时间了 一直在这个盆里边,没有去给它换盆 如果现在把它的土弄出来看的话 里边根系绝对满了 你们为什么养不好天竺葵呢 天竺葵你养不好是因为你下级操作不得当 可以这么简单的跟你说 如果您不会养天竺葵的话 你选择用淘土盆 哪怕是用这种瓦盆 您就能够养得非常的好 我这个是直接用原土加河沙去栽种的 原土和沙是最不好的土了吧 原土它是容易板结的 加上河沙增加了透水性 但是呢,我这个土这样放在盆里去 一天的时间不浇水 第二天必然会叶片喇叶 就是干的这么快速 你去把它种到一个塑料盆里去 只可能雨季烂根了 特别是到了夏季温度高 你盆里边去浇上水 下上雨水以后必然会烂根 必然会烂叶 所以说记住夏季不要淋雨 平常栽种的最好是选择桃盆去栽种 如果您用普通的盆的话 用塑料盆的话 去配置好的土壤 比如用阴阳土 阴阳土加上点河沙 加上点颗粒进去 就增加了透水性 让它的土快速的干 养天竹葵 就是有一个见干见湿的过程 能够快速干掉 然后您再去浇水 别缺少水费 它的叶片就不会出现发黄的情况 长时间干 底叶必然会发黄 还会伤根 在养活的过程中呢 必须要给它充足的光照 光照越充足 开花越好 我这个从冬季到现在 一直没有间断的开花 平常只要浇上水浇上飞 一年四季不断的开花 而且它的叶子 有一种比较怪的味道 这种味道是能够驱蚊虫的 所以说如果说 你能闻得了这种味道的话 摆上一盆放到家里 能够有效的驱蚊 比那个你去打上蚊子药 买个蚊香片之类的 要好用很多 你摆上十颗放到门口的话 虫子很难进来 不开玩笑了 毕竟植物 它能够管理的有效面积是多少的 买上一盆 多少放点 多少能够起作用是肯定的 然后说一下 怎么去给它施肥 它的喷头表面 要长时间发上 奥利A2的环式肥料 它是一种以零甲元素为主的肥料 能够促进它 得到足够多的零甲元素 一直开花 不间断 然后还能够去 不缺少其他的元素 包括我们浇灌 浇灌也要去给它用 它花多多的二号 它也是一种 以零甲元素为主的肥料 这样均衡的养分补充着 但是它得到的零甲元素 是最多的 它才能够保证它 持续的 去得到足够多的零甲肥料 一直开花 一直开花 还有一个前提是 必须要光照充足 光照不足 叶片长得不好 开花开得容易倒浮 我这一个是属于支离品种的 开花的性能非常的强大 不断的生成长新芽 不断的从它的叶片和静杆之间 去长出 新的花剑来直接开花 太棒了 这个东西真的不需要人去打理 就是光去给它浇水施肥就行了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吧 主要是给大家说一下 天竺葵怎么养 如果想看更多养花视频 麻烦关注一下小齐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小齐 好的话有之前一直说 我不说天竺葵 现在我来平凡的说两次 这个天竺葵 是叫做大花天竺葵 它也是属于直立性质的 但是它开花非常的勤 你看 它现在基本上出来的枝条上一直在往外出花包 它的颜色一个紫颜色 深紫和浅紫有点粉的感觉的那种颜色 非常的漂亮 这一颗呢是属于直立天竺葵 它的花相比较 相比较那一颗的话要小一些 但是它开花的性能是非常强的 这一颗已经养了两年多的时间了 也没去换盆 到现在冬天到现在一直不见到的开花 春天也是这样 因为它就是一个开花的机器 天竺葵它叶子稍微有点味道 但是你爬上纹的话是闻不到的 除非您用手去摸它的叶片 会有一股 有一股味道 也能够有效的去闻 能够起到去闻的效果 它们在开花的时候 开完花以后要做一件事情 就及时的将它的花剪掉 天竺葵开花的性能是 不断的从顶端不断的去开花 开完以后 接着再从顶端长出花包来再开花 所以说你看千万不要 开完花以后 连它的叶子包括茎杆剪掉 直接把它的茎杆 从茎杆处直接给它剪下来就行了 不然的话 它的花粉占到花锐上 然后就会出现结种子的情况 结种子消耗养分 导致后边的花脱落等的情况就会出现了 所以说修剪的方法就是 直接将摊花花饼剪掉 一定要记住这个方法 再给大家说一下 让它们一直开花 一直开花 第一点是光照 第二点就是充足的浇水 浇水的原则就是 盆涂涂表干了 及时的给它浇涂水 不然的话 现在这个季节 一天看着涂表还没有干 到了晚上的时候 整个植株叶片 花苞全部打尽 花苞出现干的情况 施肥选择用什么肥料呢 选择用花多多的二号就可以了 花多多的二号是一款以零钾为主的肥料 其他的元素也含有 这样能够让它持久性的开花 而不至于缺少其他的元素 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对水的比例 一比一千 化开以后直接给它浇到盆土里边就行了 浇上以后呢 我由于这些都是这一科室待了两年的时间 盆土里边养分肯定缺失了 会说要通过肥料去补充 而且土壤有点板结了 我们可以适当的给它加点这种 这种有机肥 生物均肥 能够去分解土壤 分解土壤 调节土壤的团理结构 让它的土壤吸收 水分和养分的能力增强 增加根系的活性 如果说你两年了 完全可以给它换一下盆 不换盆的话就要经常的 一个月两个月去撒点这个埋到盆土里边 能够调节土壤 今天就是给大家看一下 开花漂亮不漂亮 顺利再说一下 怎么修剪怎么施肥 如果想看更多的养花视频呢 麻烦关注一下小齐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小齐 今天再给大家说一下多肉植物吧 我面前的这个盆里有四颗桃袋 一颗乌木 它是没蟹还是什么了 我也忘了 反正它就是一个乌木的品种 颜色是尖是红色的 然后里边是绿色的 你看我这两颗 春天的时候状态是非常好的 但是这个季节了 我之前给大家做视频说过 现在这个季节 温度快要到30度时候 千万别缺少水分 要充足的给它浇水 充足的给它施肥 这是在为夏季度下打准备 就是提前做好准备 让它安稳的度过夏季 因为它现在夏季了以后 你养不好就容易出现黑腹的情况 所以说一定要去充足的给它施肥 我是盆子的表面 一直给它撒着奥利的环式肥料 然后呢 第七去用花多多的十号 也就是以蛋元素为主的肥料 用它一个月去给它用 现在的话一个月是用四次左右 然后浇水的时候给它浇上 让它的根系吸收的多 长得好 叶片肥厚 到了夏季 小青一般都不会去给它浇水了 首先我把它根系养好了 然后呢 把它放到光照一个 散烧光的地方去 不浇水 保持盆子的干燥 它保持一个不生长 或者是缓慢生长的阶段 它的养分消耗就不会多 本身我们土里的养分也多 这样它就能够安慰的度过夏季 这几个月的时间 再一个养这些东西吧 夏季 记住不要去淋雨 雨水是凉的 盆土由于暴晒是热的 温度高 见了温度低 必然会伤到根系 根受不了一冷一热的温差 所以说放到室内 您可以去浇水的时候 跟在20多度左右的水分 直接浇上 它就能够直接吸收一些 但是配土一定要受冬透气 小青直接用营养土 加的河沙去调配它 这样浇水以后 接着就流下来了 就不会保留太多 淘袋也是 现在这个季节 不是它状态的季节 最好的状态就是 在春季冬季这两个季节 当然秋季如果您不浇水的话 让它恢复了 再不去浇水 它也能够出状态 多种植物并不难养 小青一直不说 就是怎么养都养不死的东西 因为我在棚里也不会淋雨 然后呢 我去浇水 施肥给它跟上 只可能越长越好 然后呢 光照再一充足一点 它出状态 就是分分秒秒的事 而且到了冬季 我棚里的温差大 白天在20多度 到了晚上 也许在八九度 十度左右 这样的温差 不够它出状态 养多肉就是按照 小齐说的这几点 尽可能给它 制造一个好的环境 适应它的环境 然后再去给它 浇水施肥跟上 您也能够养好它 您也能够养不死它 您也能够让它出状态 今天就是有点啰嗦 多肉之物 小齐真的不知道 该给大家说什么 大体就是给大家说一下 自己的心得 如果想看各自养花视频 想看它们出状态的视频 到了后期 我肯定会做 想赶紧去关注小齐吧 小齐定期也会每天 送给大家一些东西 今天给大家说一款绿植 它叫做特离沙薰衣草 其实它的名字叫做薰衣草 但它并不是薰衣草 它就是叫做特离沙香茶菜 为什么呢 在南方的话 很多养这种东西的 它是一款比较好养的绿植 而且开花非常的好看 开出来的花是一根花枝 出来以后 一个一个的小喇叭 画在上面 就跟我们养的 那个功能长寿差不多吧 功能长寿你们知道 但是它一直花 花剑穿出来以后 能够开 单数十朵花 非常的漂亮 而且开花性能的非常强 叫做 有的人都叫它叫做开花机器 就是因为 它能够在一年四季当中 不间断的开花 它比较耐寒 最主要的一点是什么呢 最主要的一点就是 比较耐干旱 你要是浇水多了 土壤淤积的话容易烂干 但是呢 你少浇水的话 它的叶片会轻微的打边 到最后 然后你浇上水 接着又站起来 因为它的根系就是 全是毛起根 非常的发达 所以说 它耐干旱 但是呢 怕淤积啊 它的叶片背面 是一种紫颜色的 就跟我们常见的紫苏菜 紫苏那种感觉 非常的好看 开花也是非常漂亮的啊 而且 它有一种淡淡的香味 这种香味是属于什么性质呢 就跟我们的青纹草差不多 所以说它也叫做西竹草 也叫做驱蚊草 它有一定的驱蚊虫的作用 西竹呢 因为我们养绿螺了 养吊蓝 看好多人都在说 绿螺 吊蓝 放在室内进化空气 吸风灰尘 还能够吸收烟 等的 就是有害气体 它 全都具备了 要比绿螺和吊蓝要强很多 这个是 大家都公认的 所以说 现在在我国 在中国境内养的非常的多 一开始还是国外的 现在 只要知道了它功效 都去养上一盆 这不我也跟风去养上了一盆 而且现在长得 已经 枝繁叶茂 而且参数花干来了 养这种东西 非常的好养 但是呢 有的花有了 往往还能够把它养死 是什么原因呢 主要原因就是 您浇水浇多了 再一个 您土壤不出风 不透气 您养它 用好的盆 比如用这种青山盆 再一个配土 用营养土 加点河沙 或者是加点颗粒进去 这样透水性有了 您怎么浇水都没有问题 再一个就是施肥了 它比较耐瘠 您可以不去经常的施肥 您可以一直在它盆树表面 撒点多元素的凡式肥料 均衡的养分骨虫 自己能够让它长直 又能够让它去开花 把叶开花 非常的简单 平常施肥怎么施呢 如果说它开花开的多了 叶片发黄了 我们可以去给它 用点什么呢 用点有机的 促销的氮肥 氮肥怎么用呢 不要浇 氮肥浇多了 容易烧根 这个都知道 所以说 我们可以对到喷壶里边去 一比一千的比例 然后吸喷雾去喷叶 淡肥刺激它的叶片 毛孔全部张开 很容易就吸收了 经常性的去给它 用点花多多的二号 促进它开花就可以了 这个东西非常的好养 非常的适合亲手 非常的适合家庭 如果你喜欢 可以养上一盆 今天小七有点啰嗦 如果想看各种养花视频 麻烦关注一下小七 谢谢大家